最近因为高温少雨玉璃镇的高辽竹林山 是传出有金针花田干枯农损的情况 玉璃镇长江东城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 就率领了公所的农业客来前往勘灾 江镇长说 这公所将在近期通报农损的灾情 如果符合规定就会协助受灾农民尽快取得补助 近日因为高温少雨玉璃镇高辽竹林山 传出有金针花田干枯农损的灾情 玉镇长江东城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 即刻就率领了公所农业客客长叶佳琪前往勘灾 江镇长说 这公所将在近期通报农损灾情 如果符合规定 就一定会协助受灾农民尽快取得补助 我想这个近期之内 应该农委会的部分的话应该会核定 我们会如果核定下来的话 我们会将相关的一个 那个补助的一个金额 及时的转发给我们相关受损的农民 在地拥有三公顷金针花田的谢桂农表示 往年产量一天往往可以高达1000公斤 今年因为下雨的天数比较少 一天产量只剩下600公斤 减少将近四成 以前差不多一天差不多1000公斤左右 今年差不多剩600而已 因为他这种作物正常企图 如果雨期没有来的话 他就一定会失收 农业客表示 现地勘察结果 会由公所转成花林县政府 再由花林县政府转成到农委会 如果核定通过了 近期公所将会针对受灾农户给予补助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